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在這個Mini跟Ud實驗裡面 假設所有的Ud大小都一樣 且所受的靜電力 恰好可使一個基本電量Ud靜止不動 假設一個基本Ud的電量叫Q好了 那靜止不動的話 那假設電腸強度叫1 那這樣的話 這個電力就跟重力比下 這個質量的話是每一個Ud的質量 你說QE的話 現在會是WMZ 那現在的話他說 新發現有一個Ud 它的這個速率是V向上運動 我現在裡面有一個Ud 這個Ud的那個電量我假設叫做MQ 假設它帶N的基本電量 那這樣它的電力 是等於多3 是等於這個 這電量是E 是等於NQE 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 減掉這個重力MZ 那現在的話 它有加速度 到最後它速度越來越大 最後達中端速度 中端速度這個時候主力 跟這些力 就跟什麼呢 就跟什麼呢 就跟那個 這些的力量抵消 那合力等於0 它就等速移動 好啊那個 我們曉得那個主力 它是跟什麼呢 叫F 它是跟那個 速率是乘正比的 也就是說達中端速度的時候 這個時候主力 跟這些力底下 那主力是往下 就減掉 LandaV 這個等於雲 好那這樣的話 我就知道說 這MZ 是等於QE 這是一個QE 所以這樣就等於M-E QE 這個是等於LandaV 好那現在呢 它出來 把這個電廠 往下 往下的話 就是它本來是 中端速度是V 那往下的話 這個的話 中端速度是V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怎麼立方成是呢 我們現在 定向下為正 向下為正的話 就是說 NQE 現在是往下 NQE往下 再加一個MZ 現在的話呢 主力 就空氣主力 空氣主力 跟速度 乘正比 那它中端速度是2V 所以是減掉LandaV 乘2V 因為它等速移動 這個等於零 所以呢 我就知道說 那這MZ 是等於一個QE 所以是N加E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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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等路三 移過來 是兩倍的LandaV 好那我現在把它除上去 除上去以後的話 就是說 N加E 除以N這個V 這個是等到 等於2比1 2LandaV除以LandaV 好那我給它交叉相乘 那我給它交叉相乘 N加E等於2倍的N-2 把N一過去 那就得到N等於3 所以的話 這個油滴的話 它帶有多少呢 3個基本電荷的電量 所以答案是3倍 3倍基本電荷的電量